这个我们云端上面的第三页 其实我有把就是相关的问题 其实也叙述给Try Me指导 有没有就把就把刚刚那个有没有 一个Q的话就问题 请帮我写一个判断程式 那不断输入这个乘期 直到输入-1为止 然后计算输入几位学生总分跟平均 有没有就把这个需求描述一下 然后他就把它写出来 其实写出来我是觉得 大体上跟我们自己写的也没有太大差异 有没有 只是说呢 而且他也是用坏语冒号 有没有 只是说他的逻辑是if 我们是不等于-1 有没有 他是等于-1 对对对 其实结果一样 只是说看你怎么习惯怎么写 有的人习惯就是直接写true跟false 他有的人直接就是抓出那个他要blank的地方 也可以啦 就看你个人习惯 那底下的话其实也没什么 另外的话就是从那个什么 有没有 改为输入层期 从c冒号有没有 eng.t 读入这些资料 那我就把这个给truegb 他也帮我写出来 而且写出来也大体差不多 只是说他用什么with open 有没有 s file 冒号 那我的 等于他的那个物件 档案物件的写法 就两种 那我个人比较习惯我刚刚那个写法 你如果习惯用这个写法也OK啦 只是说 太多种了 因为Python 有的时候他有很多种写法 那你不要说每一种都学 就每一种都学一半 最后该写正确的写错的麻烦OK 其实到底一样啦 反正这个s 他的file其实也是档案物件名称 我是叫f 他叫file OK 所以你会发现他用file.read 不也一样 OK 所以看你习惯哪一种写法 OK 底下 这个是用map转换 这个也更快 所以刚刚那个写法也可以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转 最后的话 如果假设 我希望呢 这个存档的部分 最后我们是已经把它计算 但是我们是用print 把这个结果 把它输出到这个控制台 但问题是你看到了 可是问题没存起来 你将来如果要再看 你就要再跑一次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 刚好帮我输出一个报表看看 所以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帮我存一个档 那我后来我想说存在哪里 干脆 因为你c跌 我这边c跌没办法存 所以我干脆存在 这个好像也不太恰当 因为这个是python本身的路径 我怕会不会造成无穷 就是他自己又呼叫自己 而造成的错误 你刚刚这个问题 又不会也有可能是放在python 所以我干脆你就是在c点以下 我看干脆建一个目录好了 新增一个叫temp好了 暂存的 temp好了 那假如说呢 我希望就帮我存在这个temp好了 那这样比较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那个名称的话呢 就是叫做eng底线rpt.tst好了 OK 那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存档 那我刚刚讲过 存档的话 其实就是把r改成w 然后将来如果你要写的话 这边叫read 所以它里面对应的话会有个方法 叫做什么 叫做write 有read就write 有没有 那这样蛮好记得 我觉得还蛮直觉的 只是说你要write的时候呢 它瓜糊里面必须要给它一个字串 那个字串就必须是你要存档的内容 就是这些 有没有 学生人数帽几个 后面加一个换行 换行记得 它不会自己换行 你必须要自己加一个换行的那个符号 叫什么 反斜线n嘛 所以这边可能要输出 然后将来要串一个什么 反斜线n 然后这边又要加一个反斜线n 这边不用了 因为最后就结束了 把它存到里面 所以将来会有一个字串 就是放这些 可是问题字串 那你就想老师那个字串现在不存在 对 所以如果不存在没关系 你就想说那个字串它一定是个变数 所以你就给它一个s好了 比如说字串叫s等于没有任何字的话就双以后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今天有c等于0 如果是数字 初始值就0 如果是空的串列 那就等于中瓜胡 如果空的文字 对 对 对 那这个就初始值 因为你要给一个初值才有办法放资料 如果你没有给一个初值 你没办法放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蛮重要的 将来你要产生一个变数之前 你就在最上面增加一个什么形态的一个变数 记得如果数字就0 OK 如果是文字双引号 然后串列就中瓜胡 特别是中瓜胡这个 这个几个都很重要 因为你不会的话 将来你就没办法产生变数 好 所以第一个 我已经产生了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 因为我刚刚这些字到底怎么来的 写字 所以我其实可以在每一行的写字下方 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些字怎么样 放进这个s里面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顺便学一个 刚刚那个c等于c加1 那就是累加 就加1嘛 可是文字怎么串在一起 文字叫串接 所以文字怎么串 其实到底差不多啦 就是s等于s自己本身 加上什么呢 他后面这一串 所以你就把这一串放到他后面 有没有 他本来是空的对不对 所以空的再加上空的 那还是空的 所以等于是开头就是学生人数冒号 然后几个嘛 就十个对 但是尾巴还缺一个什么 缺一个放行 所以你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放行 有没有 这样的话第一去就有了 有没有 OK 你说第一去 第二去怎么样 第二去很简单 这样有总分嘛 一样 所以在print的下方 再做这一件事 s等于s加 有没有 然后就把总分这个 把它放下来 复制嘛 一样嘛 因为尾巴一样 放行 所以这个一定要自己加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然后最后的话是平均 平均的话是 一样 s等于s加 有没有 这个就文字的串接 他串在后面 然后再把这一串 有没有 一样放到他后面 这样就OK了 然后这个后面不用再加换 因为后面不用换 因为底下没有了 OK 好 那 最后的话 因为我多一个s了 那这个s呢 就要把它写出 怎么写 特别是哦 一样的道理 我要先开一个空的文字档 所以一样用f等于open 所以反正你不管是开档 或者是斜档 开头都是f等于open 然后你要存在哪里 我要存在C帽号斜线 我刚刚有新增一个temp 底下 反斜线的底下 然后叫eng 底线 底线underline OK 然后叫rpt rpt就是report的缩下 记得负档你要加 如果你没有点txt 你将来那个就不会直接对应到记事本 OK 好 最后的话呢 再逗点加一个w 这样子就等于是帮你产生一个空的一个 这个档案 里面没有东西 那怎么办呢 最后把它写进去 写进去怎么写呢 很简单 f.right 第二个 好 那你就把s放在这里 这样就OK了 恭喜 你就 应该懂这逻辑吧 我觉得这还蛮好记的 大概你多打个几遍 应该就知道怎么开档怎么存档 有没有 OK 这个我是建议稍微记一下吧 因为这还蛮常会用到的 不过最后可能还要多救一件事 因为你这个档案物件 它目前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理论上我们会把它从记忆体里面把它关掉 不然的话占用记忆体 不过好像这个地方不关掉 因为这程式已经结束了 那等于这个应该也会释放掉 但是我们比较正规一点 所以最后你可能再加一个叫.close close的话就是说 因为你已经存好档了 所以这个记忆体 你就从记忆把它release 就把它释放掉 这样比较正规 不过你这个应该刚好最后一行 所以其实它也结束了 结束应该已经释放掉了 OK 好所以我们试试看好了 这个应该OK的 所以我们刚刚做哪些事 再回头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加一个这个 特别是今天有做了好几个动作 这个都很关键 如果你不知道说原来变数要先出实话 这件事 如果没有你就一定会出错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print的下方加上这个 s等于s加 有没有这个后面要加一个换 这个底下都一样 有没有s等于s加 这都一样 最后再用开一个档给它 release出去 然后把它写进去关起来 好 试一下应该就OK的把它执行一下 OSL 这个叫作业系统错误 我看一下 错误的号码是22 Agreement 参数 最后的话应该我找到问题了 应该是说这个地方有个反斜线 这个反斜线 如果你刚刚只有加一个 它不会出问题 可是如果你在下一阶的话 它变成说这个地方 应该反斜线是保留置圆 所以如果你假设这边的话 变成说 如果你用反这个方向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 一般我的习惯是两个 等于是说呢 因为它本身是保留置圆 所以你会要辨识跟他讲说 这个我是一个路径 所以你给我两个来代替 所以这边的话 这边如果路径的话 我是建议如果避免错误的话 你这边两个反斜线 OK 如果两个反斜线 试试看好了 执行看看 这样OK了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我的另外 因为你想说 是让这个反斜线太多 如果我很多层的话 我不是起 不是一直一直打很多 两个双引号吗 所以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将来如果很多路径 很多反斜线的话 假如你不希望打两个 还有另外一招 就是你只要打一个 但是记得你在这个路径前面 加一个小R 这一招 这可能要学一下 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不加小R 请你在这个里面 每一个都要加两个 不然会发生错误 OK 那如果你不想加一大堆的 两个反斜线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 有点像刚刚之前有个 format的缩写F 小写F 类似方法 但是你是打小R 就对了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希望路径 不用跳脱字圆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小R 跟他讲我的路径 后面其实就是一个路径 OK 这样应该OK 执行看看 可以 所以有两个方法 要不就是在路径 加反斜线 两个 要不就是前面加小R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OK 我把这个打开一下 就是在我的电脑里面 因为我刚刚加了一个TEMP 这边就有一个叫 ENG底线Report 打开看看 里面真的就有存档 表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把档案写到 一个爆表档把它存起来 OK 试一下 就这个地方存档 哦 非常好的 太多了 舒服 对